至于情歌王子杨宗伟和老王同学会的主角们 为了平同的生计联手做公益 杨宗伟还捐出了自己身上的项链 国光帮的三个人组合 则是强力募得了21万元的善款 说到了二手拍卖做公益 情歌王子杨宗伟可是不落人后 现场除了帮忙站台化修 还被主持人拱出来捐东西 你自己有 好 杨宗伟的项链 来来来 主持人为了募到三十万的善款 对所有参加艺人可是软硬兼施 只不过说到自己捐了什么 可是当场被修理了一顿 某些主持人不孝主持人 曾经答应过我们要捐东西 但是没有圈子 我刚才讲是谁 因为他们这次会再度参加 我希望 我还跟两个人在这边 上次说要去连圈的 这个 还救你啊 对啊 我们这次从新开始 让我们重新做人嘛 陀宗伟忙着修理5566的团圆 当然是自己贡献了不少 总计这一次老王同事会的主角 一共目得了21万元 虽然为数不多 但也让平铜燃起了一线希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